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机是否终有一战 在座的各位 我是讲的很多人 可能会想骂我 你把机器用了 我们可能连就业岗位找不到了 几乎全球都一样 每个男孩都有一个机器人 其实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我有的时候会去惧怕高科技 对不起 这个时代会想抛弃你 我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 一名博士研究生 我想对机器人提几点质疑 从小学学到博士干嘛 学什么呀 我想把自己再当回事 让我们掌声 有请今天的演讲嘉宾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那我是谁 你是新郎官 电源在哪 我给他关了 我把电池给你卸下来 你信吗 我还是一个正在学习的小朋友 其实你以为我是个人类吗 你错了 我们是同类 我是1976年三月出场的 我叫松松 今天专门来给你做助理 那你说说你能为我做什么呢 一 帮你主持节目 哦 帮我 二 帮你当新郎 我觉得你一点也不像一个正在学习的小朋友 小大别害怕 我不是来抢你饭碗的 我今天是来找我爸爸的 还说不是来抢我饭碗 你是来抢我人生的你 现在又来找爸爸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演讲嘉宾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席 曲道奎先生有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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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太好了 我上来 我能实话实说吗 可以啊 我觉得它的智能化程度 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让我惊讶 因为我们叫AI也好啊 或者机器人的自我学习也好啊 这是机器人刚刚进入到起步 但是很可能五年以后 对你来讲要刮目相看 这个是您大概什么层级的产品 这个实际在服务机器人里面呢 应该是我们推出来的 应该是最新的了 这是已经推向市场了 服务机器人 对 但是这一类的服务机器人呢 实际也代表了整个 现在国际上服务机器人的一个水平 实际我们现在做的最新的 后边已经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云在后边支撑 所以你问的很多问题呢 它完全可以对打路流 但是你要用不同的口音 在这种超大的环境下面 它要百分之百地向我们人来识别 特别是我们多个人 你在问他 他在问他 他识别谁是对我在说啊 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难的 我们机器人都很友好的 我还带来了礼物 给你们分几堂吃 分几堂 别分几堂了 许教授 我还没撒取就是我 拿着他 就给扔出去了 谢谢 谢谢 你们家的机器人啊 很顽皮 但是也很可爱 我们平时面对的都是六个青年代表 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五个青年代表 对 加一个iPad 您怎么称呼啊 我叫孔瑶 我也是一个机器人创客 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创业 做跟机器人有关的事 对对 这就是我们的产品 你拿个iPad 然后跟我弄FaceTime 你以为这就叫机器人吗 你以为我没见过技术吗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吗 对 然后你长高一点 再坐矮一点 这就叫机器人吗 我临时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所以没有办法赶到现场 因为北京太堵了 我现在在车上 我五分钟内马上就到 我现在就在门口了 五块五块 你立刻给我现身五分钟之内 当然这个好像现在也有这种 叫陪伴式的 比如家里有老人 孩子 需要照顾 或者我们的监控 或者信息的一个团体 对 它是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的层级 没错 因为机器人 那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概念 它不一定就像人这么一个形象 对不对 但是它可以做人很多 我们现在人类做的工作 这是机器人的一个典型特征 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您这个专家 给我们描述一下 未来人和机器人和机器人 和机器人共存的一个世界 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就在座的我们各位 大家没有手机的请举手 可能就一个 可能忘带了今天是 另外不使用计算机的 我估计也几乎没有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 那手机计算机里边有 关键的两大部件 一个是芯片 一个就是显示屏 芯片的制造非常复杂 它需要在真空环境下 大家知道 在真空环境里边 我们人类能进得去吗 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整个是机械手 在里边进行操作 另外一个 你开的汽车 你说现在是谁做的 这汽车工人 实际那我根本就不是了 完全是几千台 上万台机器人在做 我们做卫经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检查 已经不用过去传统的 那个复杂的 那些非常吓人的设备 现在吃一个胶囊机器 它可以通过我们厂位的 自然的蠕动来进行行走 最后把我们 整个里边很多长道 过去通过这种场景 是很痛苦 很难检测到的东西 给你检测到了 下课了 你到咖啡馆去 现在我们做的 已经是转门餐饮服务的 完全机器人代替服务员 来给你点餐 送咖啡 送茶 就像这种 它完全可以自动行走 给你交互 那么还有一类 我说你到养老院去 很多我们的老年人的陪护 残疾人的康复 现在又是有各种不同的机器人 实际在服务 所以我说到这什么意思 我说机器人的时代 已经来临 那么今天 我们已经真正 进入到一个机器人的时代 另外一个同学已经到场 大家欢迎 我们把机器人这三个字分开念 前两个字是机器 后一个字是人 前半个多世纪发展的是什么 机器 实际机器人 到今天为止 特别工业机器人 一直是没脱离开机器设备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儿有个非常有名的 我们叫马拉维克 一个悖润 他说恰恰我们人类认为很难的事 我们需要思考的 需要计算的 机器人很容易实现 现在找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派的 做得比我们人类多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 刚才小萨也说 这机器人想象的 没有我们人类灵活 恰恰是人类最基本的物理运动 对机器人来讲是非常难的 所以未来 我想机器人的发展 更多的 可能是要集中的 我们叫机器人的人 这个层面 机器人正处在 由机器向人转变的 这么一个转折点上 中国跟机器人世界 特别工业机器人的发展 我们还是起步非常晚 国际可能是在上世纪的 60年代左右 可能就工业机器人 已经推出市场 使用70年代 80年代 机器人已经开始大批量使用 那么中国搞机器人 特别工业机器人 做产业 我们可能要仅仅几年的一个时间 但是今天呢 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在13年的时候 中国突然成为了全球机器人最大的市场 自然而然 中国也就是在三到四年的时间 在机器人这一块 出现了一个新的景盘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机器人的企业可能已经超过了上千家 就是三年的时间 继那个当年的风电光电之后 又一个发疯的领域或者产业 也成为了全球机器人竞争最激烈的一个战场 最初的各位 我说讲了很多人肯定会想骂我 一把机器人用了 我们肯定连旧业岗位找不到了 我说这是肯定的 未来的预测 一般技能的 我们还不讲低技能的 就是到技师啊 专业工程师 很多这一类的 完全可以被机器人提代化 就刚才像小萨这种主持人 我估计就五年的生命周期 未来的话 很多是这一类的工作 包括刚才我们谈的医疗 这都是要被机器人要替代的 现在只是 怎么说技术是一方面 已经不是主要问题 还是我们在一个伦理道德这一方面 那么说到这 可能大家就是 你讲了这么多 那你个人为什么要做机器人啊 对不对 实际上我是中国 最早的学机器人的研究生 我的导师去蒋新松院士 当年是最早开设机器人学的 我说几乎全球都一样 每个男孩都有一个机器人的梦 对不对 在座各位 我说有没有不知道 有的鼓掌 所以我搞机器人呢也是 因为那时候我80年代初 根本就不懂 那时候也没有机器人 对不对 实际上我是 还是从儿时的一些 怎么说呢 很朴素的一些感官啊 感觉啊 一个梦想 为什么男孩有 因为男孩相对来说 第一 比较调皮 对不对 不受约束 另外男孩还有一个毛病 懒惰 很多事不想做 学习啊 干活 最后有个机器人来给我做 我说这种都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想象 我说这种都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想象 但是后来呢 真正度研究生的时候一看 哇 有机器人学 这很神奇啊 但这是什么是机器人都不懂 德国那时候留学的时候 到那个叫现在的大众狼堡 沃斯伯格 去看 哇 一看汽车厂 几千台机器人 不像我们说 机器人就是想象的那个东西 或者我们公司天天推那个东西 一看在现场里边几乎没人 全是机器人 哇 这个震撼太大了 另外更关键的 坚定我进行了 机器人不说简单 我们的实验室做 离我们生活太遥远 不是 一看来国外 全面已经都用上了 所以我是94年中段留学就回国 那是老师说 老师你回来 他说我们中国也可能要进入到 机器人应用的起步时代 在这后边我们有几个大的事件 对我们也是触动特别大 不到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做的移动机器人 当时在中国的金杯 它是从国外引进一条线 后来移动机器人 对中国不进口 整个生产线趴那 所以我们就一看 这不找到我们 他说你们搞机器人 能不能解决这问题 通过那个 怎么在工厂来结合 把我们的移动机器人 在汽车生产线上 率先两年多的时间给用上 后来韩国三星公司 把我们的技术来买走 当时是卖图石和一张盘 卖了四十万美金 哇 这东西都能卖钱 对不对 更关键的 我说那九十年代了 中国人 我们的成果和技术 韩国三星那时候 也是鲁蕾贯尔 它能把中国的技术买走 所以绝对是增强我们的信心 中国人不是不行 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 它的来临又标志了 我们在材料 在网络 数据 AI 包括那种感知 还有等等 这方面又开始在蓬勃发展 就是我们现在处在是一个大的变革的时代 所有的在座各位都是幸运的 你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你有一个伟大的机遇在等待着你 所以在这个机遇下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我们如何来发展 如何来成就自己 如何来创业 如何来创造人生的辉煌 一切在我们自己手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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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欢迎收看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维宁 您给演讲 确切地说我只听了一半 因为中间 我得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我只有五年了 从那句话以后 这还是比较 我头脑一片空白 这是比较乐观的说法 我觉得我今天碰到您 五年都不用 我明天就可以下岗了 您比我能说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坏事 会有新的岗位等着你 对您来说不是坏事 您把它研究出来 期待了我对您来说是好事 我怎么办 您给纸条活路 很多新岗位 比如说我还能干点什么 我今年四十岁 五年以后我还能干点什么 您给我纸条名 首先 你可以去培训机器人 对对 可以教机器人怎么来做事 机器人需要学习 我培训他们 然后他们来取代我 学习需要有导师 多好的导师 我怎么就手上了光荣的教育岗位 小纸条 我今天我看了一下 应该是每个人 大概都平均都写了一个问题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所有的问题当中 百分之八十是关注 人机是否终有一战 这百分之八十当中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对人类未来不乐观 认为会输掉 其中这百分之五十里面 又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已经做好了 一旦人类失去未来 他们就打算做机器的宠物 就为自己求条活路 基本上我分析完大概这么几块 观众的脑洞都开得很大 有一个观众问 他为什么现在还不能采用双腿式行走 他现在机器人是这样 行走可能有各种方式 我们可以轮式行走 也可以腿行走 也可以飞行 也可以在水里边怎么来有 这就是不同的行走方式了 那么腿部行走 至少从目前来讲 在技术上可能 最成熟的 首先是一个难度 第二个 就是腿部行走 它的速度 它的节能等等 它在很多平面里边 就是意义不大的 还有一点 作为一种产品 就是通过腿部行走 可能它的成本 要有一个大的提高了 所以现在就是行走 从技术的研究来讲 腿部腿式行走 这是最难的 需要功课 但是从另一个应用角度来讲 可能我们要更考虑 就实用化 就像汽车一样 你说汽车 为什么不用两条腿跑 为什么要用四个轮子 那得颠死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就是不同的行走方式 它有不同的特点 那么这种也是 它既要行走又平稳 速度又快又精进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里边 大部分的行走 还是轮式行走 我是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 现在也参加 机械臂的项目研究 想了解一下 现在的机器人公司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我们应该主要 向哪个方向努力 以迎合现在的市场 落款小灰灰 现在不叫个什么 小松松啊 小灰灰 都不好意思谈机器人 哪个小灰灰是谁 小灰灰 你长得挺像个机器人的 几年级 现在大二 刚才这位同学 也是问了一个 现在很多学子 我在关心的一个问题 他如果想从事这一行 多个学科多种技术的一个综合集成体 所以他设计的学科非常繁多 就包括了从机构来讲的像机械设计材料等等 另外你无论你是搞数学的 搞算法的 搞软件的 AI 数据 都可以在机器人这里边 做一个大的一个对象 我主要是想问一下 我们需要哪一些方面 比如说结构更重要 还是自动化这方面更重要 从一个专业来讲 你要是学透一个 我那觉得就足矣了 明白 就看你讲来是做什么 就像做我这行 你可能越复杂 就是越多越好 像我跟他差不多 靠嘴吃饭 对不对 啥都知道点 啥都不深 像你要是做研究 设计研发 对不对 那你可能要在某一个专业上 但是无论自动化也好 机构设计也好 都是机器人里边非常宽的一个领域 就是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 然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深入学习 这点非常关键 我就非常欣赏你后边这点了 就你现在喜欢什么 对 你学什么 好的 就是过去我们的学生啊 更多的是为了未来的就业 我都觉得你们这一单人 更多的要从自己的爱好和喜欢 但是你要从就业角度 机械 自动化 这俩是最容易就业的 我明白了 就你们这个专业能活下去 其他所有的专业也就五年 加油 松死 挥挥 差点叫你松松了 我今天被曲老师碾压了多少次 曲老师 但是评价的都非常中肯 我其实跟小菜一样 什么也都知道点 但是也不专 接下来你面对六位青年代表 您刚一直在说 在研究家庭式机器人 里面有康复的 有养老的 就好奇您告诉我 这个怎么养老啊 是能帮忙买菜做饭 还是说他出去打工 然后赚了生活费 然后给我打回来 在养老方面 他目前能发挥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因为养老现在是这样 它也是一个系统性 像你说买菜啊 做饭啊 这都是养老里边的一部分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养老里边 就是人老了以后啊 首先在家庭里边 需要一定的陪伴 分几个阶段 就是没有失能的时候 这个也叫老龄化 六十岁以后 就还能生活自理 对对 这时候可能更多的 需要一种情感上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的机会 可以做陪伴啊 每天把你的新闻 可以每天给你集中起来 今天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啊 给你交流一会儿啊 给你唱唱歌跳跳舞 就属于这种类型 另外你家庭的保安 水电器有什么问题 一有问题马上来报警 另外接应来一个人 人脸识别 但是人要局部失能以后 假如是我腿不太好使了 这时候可能就是我们 从甲肢啊 或者什么这一类东西 可穿戴上 怎么来辅助呢 有时候人到最后 严重失能的时候 只能躺在床上 那么我们现在有开发一种呢 我们叫床椅啊 一体化的 在床上它可以自动让你翻身 现在人很多在床上死掉啊 并不是因为病死的 是因为翻不了身 得露窗啊什么等等东西 但是你要顾一个人呢 他能否那么天天给你翻啊 什么这一系列问题了 那么他呢可以让你翻啊 让你坐起来啊 另外里边每天 把你的生理参数 给你测量 血压血脂 往上一躺 这个随时的监控 另外这个床呢 可以分开的 到一定程度 它变成一个轮椅 分开了 然后拉你出去 到餐桌吃饭了 会怎么着 他就把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的 整个家庭养老呢 可能完全按照一种新的 按照机器人和残疾人 或者老家人 他的生活方式 他的生活能力 来重新设计了 我就给你设想一个 最简单的情境 比如说我老了之后 松松陪伴着我 松松 过来 过来了 松松 帮我到楼下餐厅 点碗面 煮得烂一点啊 这边就把订单发过去了 同时线上也支付了 支付完餐厅的面 可能是另外一个 机器人送上来 两人在门口一交接 松松给我钻过来 一个小勺 我就吃了 那就完全 这是 这现在都可以实现的 技术了 基本上 那就是 我不问曲老师 问小萨哥您 回天 就是您有孩子之后 您会放心 把自己的孩子 交给机器人来照顾吗 或者说 让机器人来陪伴孩子吗 我先看看 五年以后的情况怎么样 再说吧 看看那会儿 机器人如果发展到 连我都能替代了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不是说陪伴 至少在简单的 照顾安全的监控上 不是 他是问了 另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现在机器人 特别我们叫服务机器人 叫安全性 这是工业机器人 跟服务机器人 最大的一个区别 过去工业机器人 还是隔离的 服务机器人 跟人要进行交互 所以这时候 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安全 这个安全 反而又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机器人自身的安全 它带来给你的交互 跟你相互的这种作用 有没有安全 这个我们都解决 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问题 说的机器人刚才谈 要有学习能力 要有生命力 怎么有学习能力 怎么有生命力 必须在网络环境下 离开网络 对不起 就是个设备 没有生命力 但是在网络环境里边 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安全 我们叫网络安全 就过去大家知道 我们互联网里边 有网络安全 那时候的网络安全 你的数据丢了 你的隐私了 别人到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叫 虚拟环境的网络 现在它的网络安全 叫物理环境下 我们叫物联网 物理环境下的网络安全 黑客直接 我来猜 对 可以了 这时候 就有人侵入他的系统 没错 截断他 操控他 他变成一个木马 傀儡 所以现在服务机器人 尽有家庭最大的障碍 不在于技术 而在于这个网络安全 现在全球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谁也不敢批量进入家庭 我们家那个猫 我给他买了一个自动喂食器 就用手机 给他一到点 他把那个食物就送出来 结果有一天 不知道怎么也是坏了 还是我怀疑就是 中了恶意什么木马之类 他一天喂了那猫 二十多次 我回去我看那猫不对了 那猫 但是他就这么挣扎着 那个机器出来 他还是要过去吃 我说这也太害人了 太害猫了 这 小师 我是那个北云大学生物系的 一名博士研究生 我平常在实验室里 看到我们的一些 大多数实验 都是有固定的步骤和流程的 都是完全可以 用机器人来代替的 而且事实上 在很多的那个 结构生物学实验室 已经用机械臂 在代替人力 做一些事情了 然后我们之所以 还存在在实验室 是因为我们比较便宜 我想问一下 您觉得这个机械臂 或者说机器人 与我们人力相比 有哪些弊端吗 能不能说几条 让我们增长信心 一个女博士说 他们现在仍然存在在实验室的 唯一的理由是 他们便宜 他们比机器人的成本低 实际上现在 也是机器人一个 很大的一个应用领域 就不光是你在化学实验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生物实验 很多这种比对的实验 包括我们基因这种测试 现在几乎又完全是 机器人化自动化了 因为它的效率 精准度 比我们人类高得多 所以我说这一类的工作 就是由这种城市化的 规范化的东西 将来肯定是机器人的工作了 但是机器人的缺点在哪 刚才您在谈 实际刚才我一直在谈这个 就机器人的缺点 跟我们人类 就马拉维克 他那个悖论说 就跟我们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认为很简单的事 现在机器人很难做 就假如我们三岁的一个小孩 他可以玩个魔方 可以随便拿个东西 玩个球 玩个猪 这很简单 这是人类的本能 他可以看一眼 就能识别出 这是个绿的 黄的 什么东西 对不对 就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对机器人来讲 从这个复杂度 我们叫作业的复杂度 可能是很难实现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叫灵巧性 灵活性 这两个灵 机器人几乎是无能为力 也是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机器人的智能 智能呢 那我们现在可以分三个层次 一个我们叫计算智能 另外一个叫感知智能 再一个智能 我们叫论知智能 这么三大层级 现在计算智能 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 包括刚才说下棋 那么在感知智能这块 跟人相比呢 还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但是现在呢 也是能够智能发展的 我们叫最后一个阶段了 对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事 是有时人 还是有人的很多优势 包括我们的情感啊 对复杂事物的判断啊 一些创造力啊 但是常规的 规范化的 打量计算的 靠这种数据的 所以特别未来很多老师 就靠过去 我有多少门知识 我掌握了 背了多少首诗 这种呢 这种技能 已经越来越没有必要了 因为现在我们最新的机器人 后边这个云 已经不是通过 就是简单的 我们通过这种 数字化的概念 完全通过脑波 脑电波 跟后边给连接了 我在想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脑电信号出来 直接控制后边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你想啊 将来要是实用化以后 我不需要学 从小学学到博士干嘛 学什么呀 知识不需要学习 但是我要学什么 学技能 很多技能就是要学习 是要训练的 刚才听您的演讲 我整个人听的就是 觉得胆战心惊的 因为我 其实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就是我有的时候 会去惧怕高科技 因为我有时候在生活中 包括现在在学校里面 现在大多数同学 都是用笔记本电脑 来写作业绩笔记 但是我依旧会坚持 就是用手写 哪怕最后给老师 交作业的时候 我还是要一个字 一个字地码到电脑里面 不要搞得这么小轻心 然后包括我还给 我还有更小轻心的呢 我还跟我闺蜜写信 对就是我们 闺蜜写信 对然后我们会邮寄 因为我觉得文字这个东西 是带有温度的 跟电脑里面你码进去 那些方块字是不一样的 其实科技对人的生活的影响 真的很大 有很多是正面的 我承认 但是还有一大部分是负面的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总在提的这个手机的问题 大家出去聚餐 一般所有人都在低头玩手机 没有人在面对面的 跟人交流 所以说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 那人会越来越依赖 机器人的时候 那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该怎么办啊 有一批社会学家 一直就在反对 我们不能再研究了 很多人说机器人将来 可能是个灾难 对对 它的发展 和贺金好像 没错 对 贺金也会在谈这个 提出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都觉得这个东西 不管你人的意志怎么样 它是时代的发展 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专业 所以从我的观点来讲 我们还应该去积极地面对 这个事情 另外从你刚才的 就是伦理啊 道德啊 包括家庭啊 血缘啊 现在你是站在 这是个时间节点 站在这个节点的 坐标的过去 来判断我们未来 应该怎么着 应该应该怎么着 为什么 你的一切的 叫论据 或者你的基础 基础 都是过去的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人类社会最小的 这种社会细胞 就是家庭 那么家庭怎么形成的 血缘 血缘怎么形成的 人类的自然繁衍 是不是这么个逻辑关系 那我们就从后边这一条 假如人类的自我繁衍 断掉了 不是自我繁衍了 还有没有家庭 还有没有血缘 将来还有没有 刚才你说的那些伦理道的 一切都没有 但是人类的自然繁衍 这实际上是最落后的 一种繁衍方式和发展方式 这个东西 未来的基础 肯定是颠覆掉的 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应该站在 未来的一个节点上 来考虑未来要发生什么东西 但是曲老师 您也有家人 您在家里面也肯定面临过 就是说因为科技 往后带来的家里面的一些争端 如果遇到这种尴尬的话 您应该怎么办 不是 现在这个问题 对我们来讲 也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从技术角度来讲 像我们这些人 实际上更倾向于在技术 是个技术框 我们要发展 反过来讲 另一只手在拉着我们 传统是什么 我们的社会秩序是什么 道德是什么 伦理是什么 相当于这手是一把剑 我们要剔开前面未知的东西 那么这只手是什么 是个药箱 我们要疗 医疗治疗 我们在这个前进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创伤 我说这个事要面对 因为你技术的发展 就像原子弹一样 因为原子弹对人类有害 就不发展 原子能它不可能 对不对 而且你一旦发明出来了 你再回不去了 没错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 你不能说把这个技术销毁 所以从我的小度来讲 我是个比较乐观派 就是未来不管发生什么 总会有它那时候存在的各种价值和道 你像我们今天的人类 过去的人类 看我们今天 可能已经不叫人类了 对对 天上飞地下跑 过去的人想象不到 但是未来人类发生到什么 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 曲教授回答得非常明确 一手拿着利剑劈开未来 一手拎药箱赶紧疗伤 刚刚您说我们每个男生都有一个机器人梦 我知道就是曲老师的机器人梦 跟我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感觉就其实您在继承着您导师的一个使命 这样一种感觉 其实您是接过了接力棒 然后去进行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事业 然后您现在觉得你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完成了吗 或者说您觉得对于您和您导师的机器人梦 现在还有多远 谢谢 这是对我导师也是非常的了解 或者是理解 就是我的导师蒋新松院士 中国的人工智能 或者我们叫中国机器人之父 现在是我导师的这么一个称呼 也是最早的机器人的一个创立者 那么到今天实际我倒觉得是刚刚要入梦 离后边真正的梦想距离还非常大 还没到梦的最精彩的部分 没错 很多东西我们刚刚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 进入一个新的 我们叫全球化 国际化 包括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平台 在这么一个阶段 当时您导师有给你什么特别的嘱托吗 就是关于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事业 主托我呢就是说没有 但是更多的呢 可能还是这个言传和身教 因为我们那时候读研究生呢 实际没有教材 因为那时候中国根本没教材 全是他从国外参加学术会 什么回来拿着那个会议集 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讲 另外他每次出国也好 考察也好 交流也好 都是把每次这个看到的最新的东西 那时候回来做成幻灯片 它不像现在我们有电脑 什么讲那个东西 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倒给导师身上学到了更多的 怎么做学问啊 怎么往前克服困难啊 怎么去创造条件 学到了这么一种东西 其实前辈的梦想已经凝聚在了 他每次开会 带回来给你们的那些会议资料 在没有教材的前提下 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的学生们了解到世界最前沿的 最先进的这些技术不要落后 所有的这一切心血和期望 实际上包含了 就你刚才所说的一种嘱托 否则的话 如果导师不是想把这样一份事业 交给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要如此的花费心血 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今天您的学生们 您觉得您的学生们和当年的您相比 他们今天有那股心气吗 因为现在呢 就是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啊 跟我们那时候可能不太一样 现在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诱惑 对 包括多远化 更多了 所以我也不强求我的学生 一定要继续做机器人 因为我有很多博士生 最后也从事别的领域去了 但是也有很多 在这个领域里边 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 从您的回答当中 可以感受到 刚刚在问 什么是机器人 是替代不了人类的 我觉得这样一种梦的传承 就是替代不了的 谢谢您 说得好 可算到我了 刚才听起来 感觉他们都是学霸 有时候念博士 有时候念研究生 其实我是大学毕业以后 就开始创业了 我是一个90后的创课 然后的话呢 我跟陈老师一样 也有一个机器人的梦想 所以我也开始机器人创业 我们团队现在也跟您 2000年的时候差不多 你这机器人能动吗 他能走路吗 能动 宝贝 来来来来 乖乖乖乖乖 好好好 来大家看看这俩颜值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团队也像您2000年的时候 一样也就30多个人 我们现在也在找 艾伦的融资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是一个国家强调双创 就是创新创业的一个时代 那在您的那个时代的话 大家都不强调这个时候 能不能分享一下 您给我们一些创业者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意见 谢谢 因为我现在是非常羡慕你们这个时代 因为现在是从国家大的环境 国家的政策 包括现在整个这个国家的氛围 都是在鼓励整个双创 都有利于双创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 更多的呢 还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所啊 大学啊 企业是分得非常轻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创业 属于属于叫另类 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呢 可能比现在要多得多 但是我倒建议你们呢 就现在的创业呢 跟那时候从大环境来讲 你现在可能是更方便了 但是这个方便 你一定要认识的 是叫公共的一个方便 对你方便了 对他也方便 对他也方便 就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要求你的创业的方式 跟我们的可能要不一样 这是我的一个 就是最大的一个建议 就我们那时候更多的 是靠我自身的力量 怎么来发展 为什么 外边没有资源 只能靠你自己 对不对 你现在呢 是一个平台化时代 外部的资源 太多了 所以我说你的发展方式 创业方式 绝对不可能关起门来 自己创业 一定要把各种外部资源 最大限度的 利用起来 最快速度的 利用起来 所以我说到这儿呢 就是创业 实际上来说呢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创业之后 你的持续发展和成长壮大 那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就零到一 很多人说这是量 叫什么量变到质变 实际不是 我说你要创造一个公司 或者创立一个公司 现在非常容易 特别现在国家的很多政策 非常宽松 你设个公司很简单的 但是零到一简单 一到一百太难了 就像一个人一样 你出生十个月 再难 你挺十个月出生了 诞生了 但是一岁以后 你活到一百岁 活到九十岁 这个人生太难了 能不能辉煌 能不能有成就 对不对 你要克服各种困难 挫折 跟企业一样 要经受各种磨难 所以我大觉 这个非常难 所以大家要创业 首先要有一 有一颗比较坚韧的心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在座各位 从我的经验来讲 也告诉大家 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 有时候我们往往 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很多东西就不敢去尝试 很多失败 对不对 你不敢去面对 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 你失败了 门儿理你 对不对 你成功了 说白了 大家也没把你太当回事 同时对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自己还要有自己的品格也好 人格也好 底线也好 我们如何来发展 如何来成就自己 如何来创业 如何来创造人生的辉煌 一切 在我们自己手里 我的讲来 机器人是千变万化 千种 各种名物 对都有的 就是你说这种杆也可以 或者一个人形的 一个卡通形的 等等 我说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更关键的 机器人体现的 或者还是两个 一个是智能 一个是它的灵活性 灵巧性 这具备这两大特征 那么机器人 就是它的生存之地 没有这两大特征 对不起 跟传统的机器啊 设备啊 那也累里边去 区道奎先生您好 我是您机器人 是您的小粉丝 今天见到您很开心 您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签我脸上吧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参与节目 互动的观众 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 倡导者 中国敬酒提供的 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区道奎先生您好 我是您机器人 是您的小粉丝 今天见到您很开心 您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签我脸上吧 当然您帮他签个名 签他脸上 拿手签就可以了吗 对拿手签就可以了 不是不是 他是让您签 我签完我怕 哇 打签啊 好 谢谢 谁能看得出来 他已经把它copy了 对我们已经存下来了 存到云端了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男孩 半玩半工作的心态 听完了今天的演讲 因为机器人不管怎么说 尽管是个严肃的话题 但是就像您说的 每个男孩子心里 其实从最开始 那个机器人梦是从玩 是从一个陪伴的他的玩具 和他对未来所有的想象开始 所以今天我也回复到了一个 小男孩的状态 带着带着半玩半工作的状态 去听完了整个开讲 但是确实受益匪浅 我记得我去年做了一期 出彩中国人的节目 我在节目当中 遇到了一个农村来的父亲 小学毕业文化成都 女儿在一个百货商店里 看到了一只机器小狗 但是他没钱买 回家以后女儿很失落 这个父亲于是用自己 仅有的这点知识 开始天天琢磨 在家里用他废弃的那些 机器的原件 您知道 湖南的一个农民 给他的女儿做出了一台机器 尽管这个机器人 是用柴油发动的 一拉绳 然后那机器人 因为用的是各种各样的 废弃的原料 就跟那个西游记里 寻山的小鬼一样 就长得可丑可丑了 但是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提供的 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尽管这个机器人 是用柴油发动的 对 一拉绳 然后那机器人 因为用的是各种各样的 废弃的原料 就跟那个西游记里 寻山的小鬼一样 就长得可丑可丑了 但是一拉那个马达 那个小机器人 往前走 就那一瞬间 我们所有人看到泪流满面 那是一个父亲 送给他女儿最好的礼物 这是我那个小摩的测试 我那个有限时间的时候 我那个用飞酒瓶做什么的 要走 所以我在想 我们的这些机器人 又何尝不是每一个创造者 带着他最美好的愿望 希望送给人们的礼物 所以无论乐观也好 悲观也好 我觉得只要你带着这份爱 去做的这份事业 它一定不会有一个 太坏的结果 让我们再次感谢 徐道贵教授在今天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也希望你们记住那句 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感谢徐道贵教授的开讲 谢谢 再见 再见